在2020年的時候 中國跟澳洲鬧得非常僵 當時中國說 我不要買你的鐵 我不要買你的煤 我不要買你的所有 紅酒啦 龍蝦啦 你的收通財品 我都不要 連你的煤都已經 到了中國的港口 我就再讓你在外面耗 我就讓你不能進來 我就讓你澳洲 非常的難開 可是當你要禁止澳洲的煤 禁止澳洲的財產品的時候 你才發現你自己倒大煤了 因為澳洲的煤 是全世界最便宜 等於說是成分最好的這個煤 結果你講到 你不用了以後 你要付出更大的成分 而且你的品質更超 現在中國後悔了 中國現在要轉過頭來 要跟澳洲示好 現在中國商務部長 王文涛還講 中澳的貿易冰凍期已經結束了 雙方現在要走向溫暖的沖天 現在中國說 我要全面開放澳洲的商品進來 甚至最渴望是 我希望你的煤可以賣給我 但是現在澳洲態度很強 他說沒得賣了 因為我們又有新的買家了 而這個新的買家包括誰 包括你中國的敵人 台灣 沒錯 從2020年打到目前為止的中澳貿易戰 現在看起來的話 中國可能準備要認輸 全盤結束 你看中國的商務部長 王文涛他就說 中澳貿易冰凍期已經結束 雙方現在正在走向溫暖的春天 所以為什麼 你看澳洲媒體也報導 你看澳洲說什麼 也就是說中國對這個所謂 過去的所謂 這個煤炭的這個技術 他們現在回頭了 回頭了 那開始跟澳洲的生產業者接觸說 你可以買來我吃嗎 而且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可能包括牛奶 龍蝦 包括說葡萄酒一大堆 可能澳洲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賣到中國 也就是中國 我都要開放 中國準備要全面認輸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想再當冤大頭 而且我聽你講才知道說 澳洲的龍蝦聽說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他是全世界品種非常好的龍蝦 就跟他講的 我就是不買你的澳洲龍蝦 結果怎麼辦呢 澳洲龍蝦就賣到哪裡 賣到台灣 那賣到台灣以後 台灣再轉到中國 台灣就轉一手 轉一手賺多少倍 賺三倍 沒錯 實際上為什麼中國受不了 為什麼要買煤炭 那他們買煤炭 他們因為不買澳洲煤炭 但是問題是 澳洲煤炭又是全世界最好的煤炭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 就是他們到底怎麼樣 你知道 因為他們現在只能跟澳洲買 因為澳洲的煤炭過去 澳洲煤炭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的所有發電廠 都是用澳洲煤炭的規格 那規格我只能夠買澳洲 因為他們用了中國的煤炭本身之後 聽說是相當糟糕 買全部其他地方的煤炭都沒辦法用 所以他們通過走私商 因為沒辦法正式買走私商 結果沒想到 他們為澳洲煤炭支付每一頓要多 595塊600塊 也就是說是澳洲煤炭銷售的兩倍多 以前只要300塊就買到 現在你要將近600塊 對 那就怎麼辦呢 他們這個相關的研究單位說 中國因為這樣每個禮拜 都要多付20塊給這些 20億美金 給這些中間商 所以等於中間商賺得飽飽 這些哪裡 我跟你講這些哪些中間商 這裡面包括說像印尼的中間商 包括說馬來西亞中間商 還有什麼北韓的中間商 很多都在賺的飽飽 所以變成是中國在 中國當冤大頭 也就是說 今天中國說我不要買澳洲的煤 但事實上沒有辦法 我們以前人講過 你的煤的開採 你的煤的車斗 你的煤的整個品質 我的燃燒的這個速率 你都已經是非常適合澳洲的煤 如果你要用其他的煤的話 當然要講你的燃燒不完全 你的品質非常差 你的價格非常糟糕 結果後來我還是要去買 買了以後我就要是第三方 我不但買了 我還高價買了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兩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 中國非常出現 非常多缺電的問題 他們其實有買煤炭 只是那個煤炭的發電效率 就是沒那麼好 你燃燒就是沒有像澳洲的煤礦這麼好 所以現在怎樣 他們現在回頭了 那為什麼他們又開始報導 中國很多買家 開始跟澳洲的煤炭業者說 你可以賣給我們 但是澳洲煤炭業者說 不行不行 我們沒有想要賣給你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運到其他地方去 包括你們的敵人台灣 就這樣 而且他們說 有美料啦 對 而且我們也不想 觸怒其他客戶 因為其他客戶現在買得很好 我們買 而且聽說還有一艘船 原本真的要賣到中國去 後來臨時之間 越南的客戶說 我們也需要 他就轉向了 轉向給越南 為什麼 他說我賣給中國 搞不好中國哪一天就跟我翻臉 所以現在澳洲煤炭公司 他們是盡量的 不賣給中國 就是不賣給中國 所以中國去跟澳洲 打這個貿易戰 不是賠了夫人又責兵嗎 我覺得沒有錯 為什麼賠了夫人又責兵 你看原本的中國是希望說 好 我給你打貿易戰之後 你的煤炭就完蛋了 結果沒想要 你看 這煤炭的確 你看2020年是這樣子 就你知道這幾年的時候 是這樣子 一直往上 賣更好 賣得更好 因為為什麼 還有俄物戰爭的關係 讓整個煤炭價格往上推高 所以他根本就是說 我沒賣給你 所以變成日差 完全是說 因為還有什麼其他地方 像澳洲煤礦 買到日本 韓國 印度 歐洲 所以這些地方 他們有些部分 也除了自用之外 賣給中國 賺一手 所以變成是他們現在你看 原本的這個 原貨銷售量大概是390億 結果現在已經增加到 1,120億煤礦 所以就說沒有在中國 沒差 所以就變成說 我也不要賣給你 所以現在中國回頭過去的時候 其實真的人家不想理你 回頭沒有了 那為什麼中國很緊張呢 因為第一個 因為他們現在開始要拼基建 對不對 拼基建 結果沒想到 要拼基建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中國的煤炭價格 中國說的價格都非常高 雖然說他們回落了 但是因為澳洲的煤礦 現在價格也回落 所以他們想去買澳洲煤礦 因為澳洲煤礦的 使用的這個所謂燃煤的效率或什麼 都比中國人沒看 要好得非常多 沒有我聽起來更好笑的是 對 居然他們不禁止龍蝦嗎 是 禁止龍蝦讓台灣人轉一手 對 我們知道澳洲龍蝦 那種所謂藍龍蝦 是生得非常好吃 所以很多中國民眾很喜歡吃 問題是買不到 那怎麼辦 結果沒想到 我們台灣人也相當厲害 你知道 這次人家舉報 舉報給當時要選這個 連江議員的這個理問 民進黨的 就跟他說什麼 我們現在你知道 我們現在坐飛機啊 上面來說的話 為什麼這個 往這個所謂的 這個飛往馬祖 或是飛往這個金門 上面怎麼那麼多 都是這種 這種箱子 箱子 保溫箱 那他是坐 他是坐在 第一個 客戶貨運裡面裝不下之後 他還把它放到椅子上面去 所以等於是 他們是坐著飛機 飛過去的 那滿滿的都是這樣 他說這是什麼東西 你看這都是 他們航空公司的這個單 這一箱一箱裡面 都是澳洲龍蝦 那為什麼澳洲龍蝦 你知道他們也就是說 事實上你看 這很有意思 這是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出 澳洲輸往中國龍蝦 你看在2020年 21年就幾乎降到零 可是你看 這是台灣跟香港的龍蝦 你看2020年跟2021年之後 開始增加 特別是你看 綠色的台灣 開始打幅的增加 本來我們沒有 對 我們本來數量很少 結果現在變得那麼多 那為什麼這麼多 你看 你看這個場景是怎麼樣 下了飛機之後 馬上就很多那種 他說說 講話帶點江湖氣味的年輕男子 開始去領過來 領過來的時候 他說每一次 每一次領的龍蝦都多達一百多箱 要出動七八個人搬運 用兩台車才能夠全部搬走 那你知道這個到底多誇張嗎 因為很簡單 一箱這樣大小的龍蝦 大概約莫 如果以台灣賣的話 大概是兩萬四千塊左右 結果要轉一手 賣到這個中國去 六萬六千 從兩萬四變成六萬六 那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那這些到底是誰運過去的 都是那些漁船 漁船都說 OK 好我們幫你運過去 因為從台灣到金門很 從金門到廈門那些都很近 還有馬祖過去都很近 那那些船老大很開心 我一船的話 就可以賺大概約莫是好幾百萬 所以他們這一來一會 你知道光是賺這個價差 我們去年就光是賣龍蝦 你知道賺了新台幣18億 而且在怎麼對中國來講 你打這一場的中澳的貿易大戰 不是說你的經濟上受了損失 不然你的發電成本就快速的增加 對 更可怕的是 美國就趁這個機會 大舉的進到澳洲 現在美國已經利用中澳矛盾 中澳衝突的時候 把澳洲培養成一個怎麼講 整個對付中國的最重要堡壘 沒錯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澳洲都很擔心說 我們被中國買下 但是事實上 這根據澳洲前 駐中國的前副大使 他說的 他說其實我們不是要擔心 中國買下 我們要擔心是 我們被美國買下 為什麼他就直接講一個數字 他說目前為止來說 香港跟中國 大概只有佔我們澳洲 買了外來投資的4.2% 他說英國跟美國 兩個加起來約莫是他的十倍 四十幾% 對 也就是說他講 你看他就說 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你看 這是我們澳洲的這個 前二十大公司的這個 他們上市的前二十大公司 你看這是持有股票的比例 股票比例上 黃色是澳洲的比例 那藍色的是美國人的比例 你看前二十大公司 幾乎每一家公司 大部分都是美國的投資人 比澳洲人還要多 所以你說 哪有什麼澳洲人被中國買下 是澳洲人被美國買下 甚至什麼 你看當時的時候 他們這個 前財政部長還做了一件什麼事 他們把這個約莫是約莫價值1300億左右的一些基準 基礎設備 轉給美國的一些私募基金 包括說像高盛 一大堆的這個私募基金 結果你知道這個之後 這個財政部長就去高盛工作了 所以等於說他把他們國家的基礎建設的東西賣給了高盛之後 他自己本身跑到高盛去 甚至你看他們投資什麼 包括說像雪梨的機場 還有一大堆東西全部 現在所有幾乎澳洲的大部分的基建 像澳洲第二大的這個私立醫院 還有電力公司 很多都被美國買下來 所以事實上不是澳洲買下美國 是美國現在已經牢牢的掌控住澳洲了 那你說美國為什麼要掌握澳洲 掌握澳洲是要對付中國 當然要對付中國 尤其是這幾年的時候 美國已經把澳洲 或是跟澳洲達成的協議 他就未來可能就是對付中國的大後方 為什麼這樣 你看現在這幾年的時候 美國在澳洲你看 包括說駐紮2500名的這個海軍陸彈隊 在達爾文港這個地方 在聽說未來的日本的這個自衛隊 也可能會來到這個地方 日本自衛隊也要來 然後在達爾文設立這個美國 印太司令部的這個區域的這個總部 甚至他們在北領地 還有一個相關的這個戰鬥機跑道 要開始重新做 甚至他同意在讓美國逼 這個B-52轟炸機部署六架 在澳洲的這個地方 那還不只這樣 他們在達爾文港 還有建大量的這個飛機的設施 然後同時你看 我們之前不是講到嗎 他要花1700億買這個 美國的八艘的核子動力的這個潛艇 所以他現在完完全全的 甚至還有澳洲中部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衛星通訊站的這個建立 所以他現在美國等於是把澳洲武裝起來 武裝成未來這些 當然不是要對付其他人 目標就是對付中國 所以美國不只是牢牢掌控了澳洲的 所有的經濟命脈 他也大量的投資跟澳洲兩個一起投資 把澳洲打造成一個未來對付中國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後方 而且澳洲一個前外交官 他怎麼講 在美澳同盟之下 美國的軍事人員 現任的 退任的 現在已經大舉的 進到澳洲的決策機關 而且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我剛一開始表示說 美國正準備派遣澳洲去和中國開戰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現在美國已經把澳洲打造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後方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中國好兇耶 這位環球怎麼講 他說澳洲軍事攜手對抗中國 那是日澳的邪弱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說美日印澳的馬拉巴爾演習 現在在北阿拉伯海浩浩浩浩的演習 這個四方的這個菱形包圍把中國道壓得喘不過氣來 另外一方面來說 五眼聯盟今天也發一個聲明譴責香港的問題 那麼多對我排山倒海的壓力來說 中國道當然想要找一個突破口 那澳洲在過去一段時間 你吃我的用我的 那我現在當然哪裡開刀 他們來講說我禁運你的龍蝦 我禁運你的紅舅 我禁運你的穀物 我禁運你的牛奶 你就會怕了 澳洲沒在怕 對他們今年開始來說 不斷地禁從澳洲的這個大麥紅酒 紅酒還有這個牛肉全部都禁了之後 沒想到澳洲還是說不聽 說不聽之後 好OK 現在於是中國道的外交部 他們在透過這個他們的媒體 澳洲媒體發表了一個 叫做告澳洲的最後通締令 他直接說得非常明白 他就說北京控訴澳洲的14項中罪 這14項中罪裡面說什麼 莫里森你破壞了我們維多利亞州 這個澳洲的一州 跟中國道一帶一路的協議 然後你把這個媒體的對中國的敵意 把他大肆的這個炒作 包括在多邊這個論壇上面 帶頭炒作什麼社台 社港 社江的中國議題 好 全世界第一個進華為的 其實就是你澳洲 然後還主持 10項的所謂的基礎建設 農業還有序幕的這個中國 到你們澳洲去投資的 還有南海問題 零零種種14項中罪 把你唸得 唸得幾乎是澳洲 你根本就是混蛋 在天主教有七中罪 犯七中罪就要下地獄的 他給他搞了十四中罪 可是寶傑這時候就來了 澳洲總理照理說 面臨你這樣子 排山倒海壓力來說的話 他可能會屈服 他沒有屈服 一點都沒屈服 他就說我不會對澳洲的 國安還有主權妥協 我們會遵從澳洲的民主價值 跟這個理念 他就說即使是美國或日本 都是一樣 所以你中國道二 你想要對我干涉 門都沒有 好 七中 從這一張圖 你就可以感受到 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 美日印澳四個大鑽石圈 層層的包圍中國 現在他們還要拉攏 整個東西也要對付中國 好 你看 日本跟美國 不斷的在這個太平洋 這邊進行軍演 把中國大陸的海軍 完全阻隔不縮 你看 現在他們在阿拉伯海 進行一個馬拉巴爾這個軍演 寶傑你仔細來看 馬拉巴爾演習裡面來說 可以說是印度啦 還有美國 還有日本 澳洲 可以說是全部精銳進出 你可以看這張圖 這樣子非常明顯的 你看 以這個尼米茲號 還有這個超日王號 維克拉馬地亞號 兩台航空母艦為首 前面還有一艘這個潛水艇 這是印度的潛水艇 包括澳洲的這個護衛艦 這個驅逐艦都來了 還有日本村女號的這個護衛艦 後面都是包括說印度的這個驅逐艦 還有美國的驅逐艦 美國的也來了 號號蕩蕩這樣子 他完全是什麼 我們都說一個航空母艦 已經可以毀滅一個國家 他有兩個航空母艦群 然後就在你的這個 這個瓜達爾港外海 進行一個軍演 而且他不是說你各做各的 他是把各個國家 四個國家混編成一個打擊群 對他這次的最大目的 保證你知道是做什麼嗎 他就要了解 維克拉瑪蒂亞號的相關的實力 為什麼 因為維克拉瑪蒂亞號 他跟中國大號的遼寧號是兄弟 也就是說維克拉瑪蒂亞號 是前蘇聯基輔級的這個 這個航空母艦 那中國大號是庫茲涅佐夫級的這個 航空母艦 他們兩個的戰鬥力是極為類似的 而且他這一次要展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印度都一直想要買 美國的F-18當成他們的艦載機 目前他們是米格29 這一次的F-18 也可以停到這個維克拉瑪蒂亞號 所以這一次等於是說 可以在印度的航空母艦上起降 對 等於說兩個國家 我們的飛機互相的起降 所以這一次的訓練 保證 這個不是說說而已 他真的是萬一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他有完整的後勤跟這個資源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印度的超日王號 他長得跟遼寧號好像 沒錯 他跟遼寧號不太一樣是什麼 遼寧號是中國大號拖回來之後 自己改裝 所以他很多設施 是中國大號改裝上去的 但是這個所謂的超日王號 是俄羅斯改裝完了之後 他幾乎是把整個跑道 原裝的 然後整個這個電戰系統 全部 先是連引擎 他幫他加裝了義大利的引擎 所以他整個都是 應該是當時的一時之選 所以他這一次在這邊演習的時候 美國就是要透過這個演習 來墊墊這個超日王號的戰鬥力如何 墊墊你的超日王號戰鬥力如何之後 我也知道遼寧號的戰鬥力 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我搞懂了這個超日王號 我可以在上面起降以後 這個遼寧號的虛實幾斤幾量 對 我就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對中國大號壓力這麼大 為什麼要找澳洲 保證 你看今年以來的話 他怎樣 對大賣 科增百分之八十的這個關稅 這根本就是超家滅祖 龍蝦你也不准來了 然後這個銅塊來說話 澳洲的龍蝦是最好吃的 我也不給你 然後紅酒也不來了 所以你看 這整個影響 保證 你知道影響多大嗎 影響到八十億澳元 折合新來幣是一千兩百八十二億台幣 一年突然之間都被叫停 不只被叫停 我們很多停在這個 已經運到中國大號的貨櫃 就被擱置在海關 他也不處理 可是現在說不賺 我就不賺 而且不是澳洲說不賺就不賺 現在連美國也是這個樣子 對 事實上這幾天我們都講到 歐巴馬就說 為什麼我今天不打中國 因為二零零八零九金融海嘯 我也需要這個 中國大陸刺激經濟 而且當時的美國 都是很大多 大多數很都要去賺 中國大陸的錢 他形容說錢賺都賺不完 對 好 那你看為什麼這樣說 你可以想二零零八 爆發金融海嘯 二零零九這個 歐巴馬就任之後 你可以想一直到 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這時候為什麼 大家都要賺中國大陸的錢 因為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正式超越日本 變成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就是二零一零年 所以當然全世界都覺得說 這是個大市場 所以為什麼澳洲在那幾年 也是拚命的賣賣賣賣賣賣 拚命的跟中國大交好 但是問題是他們感受到那種 各種的後遺症 對澳洲人來講話 他們受不了 怎麼樣受不了 第一個是賺錢不好嗎 現在雪梨 雪梨或是整個澳洲的這個坎培 這種大都市裡面 年輕人根本買不起房 為什麼 因為他們被做到的炒房客 炒到房價高到受不了 他們已經非常非常的痛恨 這還是什麼 因為這幾年有非常多澳洲的 反正多華裔的進去之後 你可以講 移民到澳洲 我們以雪梨來講 雪梨的這個華人 已經佔了十趴 這是在很多高檔的地方 雪梨的華人佔十趴 很多高檔的地方 你看有三十趴是華人 比較富裕的 很多地方都是華人 所以就變成這樣 我們來講 現在中國對新疆是移民十邊 現在在新疆 維吾爾族人少於漢人 所以你就算在新疆要投票 維吾爾人是投不贏漢人的 現在這個移民十邊 我不是大量的移民到了新疆 移民到我的邊境 我現在移民到澳洲去了 現在整個全澳洲 中國大陸的移民佔花 整個人口已經來到了 大概百分之六了 所以已經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狀況 甚至你看之前還有什麼 周群飛 中國大陸的首富 他也去買 而且他是用當時澳洲人罵翻天 為什麼他用刷新澳洲的歷史的紀錄 去追高房價 讓整個澳洲人相當的生氣 那你根本不用講澳洲怎樣 這幾年的中國大陸 介入澳洲的選舉相當的大 我們就以一個人為例 這個叫做趙波 趙波他曾經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他跟澳洲的政府說什麼 我接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資助 要來選我們澳洲的眾議員 而且選上的時候 我要聽命於中國大陸 結果他去報告澳洲的這個情報人員 介入澳洲政治 結果澳洲的情報人員 還來不及保護他的時候 他居然在去年的時候 他就死了 他 對他就死了 他被發現死在墨爾本的一家 Motel的這個房間裡面 而且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說他是怎麼死的 他怎麼死的不知道的 不知道 沒辦法調查出來 就是連誰殺他都不知道 那這件事 連怎麼死都不知道 那這件事讓整個澳洲人相當生氣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這幾年來說的話 我們不是講這個中國大陸 不是買了我們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邦交國嗎 事實上對澳洲來講也非常生氣 所羅門群島或是說這個 很多這個 距離八十 柏柳啦 或是巴布亞 牛幾內亞 中國大這邊滲透 保健道 已經他在這邊的投資 已經比紐澳更多 甚至你看2014年的時候 習近平還在這個地方 他幾乎把這邊所有國家 全部都摳過來 展示我的這個影響力 澳洲怎麼允許你在我的門口殺野 所以澳洲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註定是回不去了 好 董浩 其實中國跟周邊國家最戲劇化的發展 其實就是澳洲 澳洲以前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 他們也非常歡迎華人的移民 結果沒想到一移民 雪梨在百分之十 現在很多地方在百分之三十 那現在很多的這個 他已經華人有能力進到澳洲的眾議會 他才慢慢覺得 你不是來我可以賺你的錢 你現在是要我的老命了 簡單講澳洲會覺得說 中國在把澳洲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次大陸 次大陸 如果用蓬佩奧的講法就是 他會他變成中國的一個 像鼠地一樣的地位 澳洲變中國鼠地 你這樣聽我講可能會覺得太誇張 用兩個東西去講 這是一本幾年前出的一本書 叫《無聲的入侵》 是 他是澳洲的一個學者寫的 2008年是中國的一個大好的機會 對 那一年美國搞出了次代風暴 席捲全世界 那一年的中國 至少四兆人民幣的那個救援 有文家寶四兆就下去了 對 四兆救世 在澳洲啊 有一個聲音 因為有了中國 所以澳洲的經濟才得以維持 所以只要靠著中國 澳洲的繁榮可以繼續維持 所以那時候陸克文這跟中國多好啊 而且澳洲的人 在2008年的時候 吃不吃這套 吃這套 然後在胡錦濤實在 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國什麼 基建狂魔對不對 到處在蓋啊 上海也在蓋啊 蓋機場 蓋高鐵 你的鋼鐵要什麼來 澳洲 甚至中國對澳洲的需求 到什麼程度 我直接投資 你最大的這個鐵礦公司 可是所有這一切啊 在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 什麼時候 大概就在2013年左右 2013年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中國跟日本在釣魚台 東海爭議 澳洲聲援日本 澳洲聲援日本 中國就很不好 北京很不高興 教訓他一下 還教訓澳洲 裡面有一個人很有名 他是原來是 在中國廣東 經商自富 非常有錢 這個商人叫黃巷默 2011年的時候 他移民到澳洲 他澳洲的時候 幹了幾件事情 捐錢 自由黨 工黨都捐 捐錢裡面很多 不用欸 一次就十幾萬澳幣耶 捐著捐著 他跟陸克文都變好朋友 好 你知道商人捐錢這個時候啊 有一個身份很特殊 他後來變成澳洲合統會的會長 合統會 好 他到處捐 捐著捐著捐著 後面就出事 出事 為什麼 捐錢會捐出事 會 因為他捐錢捐到 那個時候 工黨有一個參議員叫鄧森 2013年的時候 緊接著發生的就是什麼 東海 東海爭議之後就是南海的 島礁軍事化 鄧森就在澳洲 澳洲講說 跟他們 跟工黨也跟國會講 南海啊 是中國的家務事 澳洲人不應該管這件事情 這是幫中國講話 幫北京講話 所以 這個就是黃巷默 對 這個就是黃巷默 他認識好幾個總理 他常常跟澳洲總理合照 然後呢 這個事情之後呢 後來鄧森後來就被發現說 他收違法獻金 鄧森事件之後 其實還有其他的 他們澳洲的國安部門 這個時候才開始 很認真的開始了解 那個清理這個 所謂的這些所謂合同會的人 所以 如果你在彭外奧那邊 我們對美國國院應該有個印象 合同會後來被視為是一種 中國的外圍組織 外圍組織 也是被認為外交部的延伸 這一查下去不打緊 後來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有一個曾經投誠澳洲 也有政治庇護的一個 中國學衣大使館的一個一等秘書 他姓陳 他其實在2005年的投誠的時候 就跟澳洲相關部門講說 2004年底 當時的國家主席 胡錦濤 曾經召開了一個外交高層工作會議 中國因為那個時候需要很多的能源 需要很多的原料 所以中國又缺乏安全感 對 所以他以中國為核心 他要做一個大周邊計畫 要圈地 澳洲被圈進去了 那個時候就直接講 直接講說要把澳洲變成什麼 中國什麼 穩定的農礦原料用供應地 國際的農部基地 對 所以澳洲就 你看到現在往前衝 衝到什麼 結果 這本書是今年出來的 叫印太禁竹 澳洲的國安 他是一個前國外交國安部門的官員 退下來的 他直接講 澳洲要怎麼樣 結合日本 結合印度 結合印尼 這裡面沒有美國 靠這四個國家的GDP總和 這四個國家就可以對抗未來的中國 這個轉變也太快了吧 之前你在教訓澳洲 說我要教訓你澳洲 你的龍蝦不能來 不踩不能來 你的梅魚肉你在外面 我讓你進不了中國 但沒有想到 王毅突然講 我們都是亞太大家庭的一員了 王毅 中國大會踢到鐵板 踢到什麼 踢到澳洲這塊大鐵板 為什麼 從十一月份開始 中國對澳洲不斷的祭出關稅 大麥啦 龍蝦全部都進了 甚至連梅魚都不能來 甚至趙立堅還撂下一句狠話 不管他五眼十眼 只要阻礙中國發展 我們都把他戳下他們的眼睛 戳下眼睛 那時候很兇 戰然外交非常的兇狠 結果沒想到 這幾天之後 這幾天之後 王毅畫風一轉 他突然說什麼 我們中國跟澳洲 都是亞太大家庭的一員 而且我們兩國關係是穩定的 目前劍拔奴障的氣氛 並不是我們中方所樂見的 我們希望能夠如何改善 目前的關係 讓兩國友誼 能夠回到過去的正常軌道 所以 中國想要改善目前中澳的關係 讓兩國友誼 回到過去正常管道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缺電的問題 讓他們真的頭空沒在燒 保證為什麼 事實上前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湖南是全中國 第一個說 我們現在用電進入暫時狀態 結果沒想到 這幾天 很多地方甚至連中央政府都說 我們進入了暫時狀態 上個禮拜還有 浙江 江西 湖南 只有三個省份 現在整個華中華南都要限電了 現在最糟糕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上個禮拜的時候 中國還笑印度說 你想要成為世界工廠 門都沒有 結果這幾天呢 世界工廠自己大停電 廣州 廣東這一帶 全部大停電 你看現在廣東省 包括廣州 東莞 深圳 中山 佛山 惠州 珠海 全部都大停電 像這樣一片七黑 你現在看到的是廣州 廣州現在看不到燈 中國大陸 GDP第一大省 全世界如果用省 用國家來說是 第十三大經濟體 現在全省幾乎完全一烏黑成一片 這個叫世界工廠 你還笑印度說 你不是世界工廠 結果他們世界工廠自己 完全大跳電 所以現在缺電的狀況 破散得這麼快 沒錯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這是這個在廣州 廣州的月秀區 事實上這個月秀區呢 是廣州廣東省 人口最密集的一個地方 結果你知道最密集人口最多的地方 居然給你大跳電 你知道這21號的時候 居然全部都大停電 你看他們原本是這個樣子 我通明 後來變成完全都是大停電 然後你知道很多人就上網 很多人就抱怨說 我回到家要洗澡 洗到一半天 出完就沒有水沒有電 然後沒有電之後又沒有水 因為什麼 馬達打不上去 然後很多人要回到家之後 突然之間就沒有辦法坐電梯 他要爬著樓梯這樣上門 大家在網路上全部罵翻天 所以這是臨時限電 也就是我搭電梯卡在中間 洗澡洗澡一半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你看很多人都這樣子 秀出這個畫面 原本還好好的在家裡面 這個可能在那邊吃飯 在那邊喝茶聊天的時候 突然之間都是大停電 不只是整個市區大停電 連這個工業區 很多地方完全都是大停電 很多廣東人就說 我們這個已經好幾年 沒有這樣的經驗 他們可能十幾年前 還有那種大停電的狀況 現在居然廣東省全部都幾乎 一個大停電的這個畫面 上來講說你光是一屋大停電 就不得了了 一屋等於說是 中國出口到全世界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盤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市場 你居然沒有電 你現在不但沒有電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廠機具地 廣東也沒電了 對 現在很多人在網路上 曬出好慘的畫面 你看 這是廣東一個小區的居民 他就說我的冰箱 我的冰箱已經十幾個小時沒有電 他說沒有錯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也不知道 突然沒有電 所以他沒有辦法拿到別的地方去冰 他說你看 全部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壞掉 就衝了 對 那你看這不是一個人 這是很多人都這個樣子 甚至還有人 不同的冰箱 對 很多人回家說沒有電了 原本要吃個晚餐 結果他們這樣 被迫浪漫 吃個燭光晚餐的這個畫面 你看他們就沒辦法 就只能點個燭光晚餐 在那邊吃飯 因為沒有辦法 而且他們還能找到 白蠟燭 在那種詭異的氣氛裡面吃飯 真的是非常有 非常糟糕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 廣東現在 因為突然大跳電的這個關係 你看連醫院 醫院都跳電 很多醫院他沒有準備這個備用電源 因為他想說怎麼可能廣東廣州會停電呢 結果沒想到你看 現在整個完全都是大跳電的狀況 不只是醫院 老人院啊 學校宿舍什麼 很多地方 全部都是打停擺 他們就要拿手電筒去打飯菜 沒辦法 因為他們這個飯菜 在吃午飯的時候 也沒有電 他們只能夠這樣子去 這個很客單的方式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呢 寶姐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 你這個湖北湖南這些限電這些 我們都可以原諒你 因為你這個煤炭不夠 可是廣東怎麼有可能會這樣 廣東絕對不是因為煤炭的關係 寶姐 廣東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核能發電廠所在地 那你有核電為什麼還停電 對 它的核電佔中國大陸的25%都在這個地方 而且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集團 就是中廣核 它就在深圳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 而且你知道 因為深圳這個地方 有太多中國大陸的重要公司 華為騰訊什麼 他們怎麼可能 他們怎麼可能讓它斷電 結果沒想到居然還斷電 其實寶姐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現在有人就說 哇這個美國的這個制裁 埋了水真深 因為去年8月14號的時候 中廣核就被列為叫做磁體清單 所以也就是磁體清單之後 是不是去年還有辦法營運的過去 今年就沒辦法營運的過去 所以出現一個可能中廣核 供電出現一個問題的狀況 所以現在講是廣州 東莞 深圳 中山 佛山 惠州 珠海 全部都停了 對 你看這是目前廣東省所有的核電廠 你看韶關 台山 陽江 還有這個包和島 荷包島 然後包括河源 陸峰 這個河峰 海峰 還有大雅灣核電 你看香港也是都是用核電 你看一個廣東省有這麼多核電廠 就這麼多核電廠 你還跳電 所以這裡面的故事顯然中華道遭遇到輪難題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複合性的這個災難 所以你說現在美國制裁中國 不是說我知道你的晶片不能出口 但是你不能生產 你的很多高科技不能潛進 連核電都會出問題 廣東應該是核電出問題 再來我們講煤炭現在也出了很大問題 為什麼 我們知道之前的澳洲的煤炭 澳洲煤炭前一陣子這個胡錫進來講 澳洲煤炭沒有佔很多 沒有佔很多沒有錯 但是它是佔的 中國進口煤炭的百分之60 都是從這個地方來 那為什麼這個進口的煤炭很重要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到冬天的煤炭的時候 它是從內蒙古或從山西往南運 對不對 可是保證人今年遇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局面 就是內蒙古跟山西冷成一片 所有的煤沒辦法運下來 過去一段時間 如果沒辦法運進來的時候 我用海運來 用這個來調節 但是問題是今年這個調節的沒有了 現在整個中國 你可以看到現在限電的區域越來越大 原本我們講的華中這個地區 現在連華南這個地區都開始出現限電了 現在人家最擔心什麼 搞不好再真的嚴重下去 會不會北京也停電 所以保證人家看北京壓力很大 你看這幾天習近平不是公開場合 再頒給這個四個上將嗎 你看他臉色其實是相當不好看 為什麼 因為他感覺到這個冬天 恐怕對中國到民眾來說 是個難熬的冬天 我們看到在台南有一個廟 他沒怎麼講 他就是一字扁 他說千順萬順 不知道他踢一片 就是你怎麼算 你算不過老天的 是 我覺得中國今年我再去處理澳洲的煤塊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中國今年這麼冷 對而且現在最重要 壓力最大是什麼 他們的脆弱電網 在這時候也面臨到嚴苛的討厭 所以我才說 這是個複合性的災難 為什麼你看 因為他們現在湖南 已經來到了這個寒流 寒流之後你看 他們現在整個電塔 因為他們高高的電塔都在山上 結果這樣 電塔現在結了一層冰 結冰之後會怎麼樣 他們現在很多人員就要冒著風雨 從山下爬到山上來 把這些冰敲碎 為什麼要把它交上 那個是電塔 對 電塔已經完全結冰了 如果你不把它敲碎的話 電塔如果一彎曲一扭曲一倒塌的話 這個全部的宮殿網 全部都斷掉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大 現在他們大規模的人力 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要說 你說突然天然地動 到那種電塔全部結冰 對 全部都結冰 那還不只這樣 你看 這是真實發生的畫面 11月18號的時候 吉林省就是因為 這個雪太大之後 他整個電塔 因為積了太多冰之後 他就直接倒塌 直接彎了之後 結果吉林當地 就出現了兩三天的這個大停電 那你知道現在很慘的是什麼 現在整個這個 包括說像貴州 那些所謂山區的地方 完全都是出現這樣 就把這個電線 或是說整個這個電塔 完全都冰凍的這個狀況 現在整個中國大後面臨著 電力的壓力 還真的是 就是複合性的一個狀況 這樣 現在中國 用電位提有多嚴重 風調又出來了 這是 他們的空調的這個機器 就沒有想到 我們台灣市 你必須要超過28度 你才可以開冷氣 他們的規定現在什麼 你要設施3度以下 才可以開啟空調 放出暖氣 代表 你現在如果是3度5度 你就要自己忍著 沒有錯 這是浙江省的公務部門 竟然在暖氣上面貼了風調 這風調它規定什麼呢 你要再設施3度以下才能開 那開暖氣之後 你就一直冷滿很冷很冷很冷 好不容易冷到3度以下可以開了 對不對 它規定你只能開到16度 17度不行18度不行 所以我們在台北人覺得外面很冷對不對 對 抱歉他們開暖氣只能冷到 我們外面那個16度的動作 是喔 最多開到16度 沒有什麼20度26度沒有 表示整個中國內部真的出現大問題 而且今年真的是拍鈴鐺了 非常非常的冷 你看到我們看到貴州那個畫面 冷到什麼程度 你看這貴州 是出兵的隊伍 出兵中他們彈的是棺材對不對 可是你看沒有一個人殺得住的 當然因為這棺材死者圍到 你真的不能跌倒 所以你看每一個人都很認真在撐 很認真在撐 可是他們你看到一路下山 基本上全部都用滑的 這種天寒地洞的狀況 真的非常非常罕見 這在貴州 這在貴州 而且你看到雲南 這個我們還看到警察 你看這警察要處理交通的時候 他是滑冰嗎 他原本要處理交通 結果你看他最後就跌倒 跌倒在地上 根本就起不來 他原本是想說 趕快到目的地去處理交通 結果沒想到天寒地洞太滑了 所以你看他根本就起了 你看這豬 豬原本想爬去吃個東西 豬都滑 豬都滑掉了 豬都滑下來 真的是搞不定啦 然後黑龍江 你看黑龍江還有人啊 他覺得許很多 你看他跳下去 不見了 末頂啦 這是末頂 你看這許有多聲 人家做這個熊孩子 不知死我 跳下去 結果沒到整個人被末頂 當然人沒事了 後來馬上就被拉起來了 然後新疆的停車場也是 我們之前看到有鴨子被動到湖裡 你看這新疆前場 每一個貨車 全部被動在水裡面 那車不就壞掉了嗎 全部壞掉了 因為他之前是有下雨 然後水有灌 然後很短的時間 忽然氣溫急降 所以你看水也排不掉 先是大水來 這些大水馬上結成冰 馬上結成冰 所以你看這些貨車 全部都弄在冰裡面 因為澳洲的煤品質好啊 在今年的冬天 煤叫做賣方市場嘛 你中國不買 我可以賣其他國家 比如日本 日本現在也天寒地動啊 日本下雪下的很厲害啊 他當然可以賣給日本賣給印度 你看日本下雪下的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這是日本 富山線喔 你看這三里滑坡 樹倒了 房子倒了 然後全部都一起倒了 這是富山線的狀況 然後秋田的電線桿也是這樣 他電線桿藍腰折斷了 你看這不是颶風耶 唯一原因 他是因為那個雪一直下一直下 然後雪太重了 所以你看電線桿藍腰折斷 然後這雪下要什麼程度 比人還高啊 他一路這樣拍每一個雪 你看 比人還高 這個人跟雪均做對比 雪比來右邊是已經 真的 慘過的喔 然後左邊是雪的深度 甚至喔 山形線有一個77歲的林木梅帶子 竟然他在慘雪的時候 慘了一半 雪掉下來他就被雪砸到 然後昏倒昏倒在他的院子裡 然後就被雪掩埋 最後就過世了 所以你看喔 現在全世界都在冰封的狀態之下 日本之下美國也是這樣 美國在戶外大雪大到什麼程度 我們都知道你看這個紐約 不是都有很多戶外的那種 單一人的區域嗎 吃飯去 抱歉要雪下到所有帳篷都都倒了 然後大家也戶外排隊啊 全部都在做核酸檢測 所以喔 我如果是澳洲的話 我看到這種情況 大家都缺電啦 你發電以現在來說 要嘛就天然氣發電 要嘛就核子發電 要嘛就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就是煤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煤全世界都在漲 我澳洲不賣你中國 我全世界都有可能跟我賣你 我覺得更誇張的是 你不買澳洲龍蝦 現在澳洲龍蝦賣爆了 現在每個澳洲龍蝦的賣場都說 我已經供不應求了 你說我這個畫面 是我澳洲的網友 傳訊息給我的 現在澳洲 你看這是排隊喔 他要做核酸檢測對不對 結果你看他們排隊幹嘛 他往上面照這個扛棒 既然是澳新的水產 為什麼 他們龍蝦大特加 他說住澳洲那麼久 很少吃得起龍蝦的 現在龍蝦大特加 網友特別傳這訊息給我說 你看我們澳洲真的好久 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龍蝦 所以現在澳洲坦白說 有一點因禍得福的感覺 對於站在澳洲的角度來說 你當然一開始會很緊張 這麼好的龍蝦 這麼多的煤 這麼多的鐵礦 我受請囉 對啊 這個是澳新水產 半個小時就賣完了 他是簡訊發出說 我們進了一批龍蝦 然後外面都全部人在排 然後半小時全部賣完 然後賣完的時候 現在就說一人限購四隻 這Morrison真的沒有在怕的 Morrison現在公佈兩個 所謂的內閣的異動 第一個把教育部長 調到了貿易部長 第二個把空軍特種部隊的隊長 調到國防部的助理部長 這兩個都是隊中的鷹派 還找鷹派來 而且你看都兩個最重要 一個是貿易部長對不對 現在網易是說 希望可以一起當朋友 一起共好 可是問題是抱歉 他找個貿易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